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圆 哇 四哥了 应该有 一年 四哥了应该有一年我没有拍影片了 所以 这个影片对我来讲 那感觉啊 就是既熟悉又陌生啊 因为你们看前三部我更新的一部Vlog 是已经在去年的9月的时候 我们去欧洲旅行的时候拍的 小姐哦 所以现在就四哥了一年这样 应该有一年大概啦 四哥了一年 我又重新拍回影片的感觉 真的是既熟悉又陌生 然后今天这部影片其实没有什么特别 就想要简单的记录一下 我们 去买菜啊 然后 去买 去购物买一些东西 帮你啊 他工作的一些日常 然后 如标题所见 就是 我想要趁着这一部Vlog 来回答一些我们 近期的生活状态 不是近期生活状态 是我们 婚后的一些 你们好奇的问题 OK 就是在 上个星期的时候 我在我的IG story 发了一个 Q&A 就是让你们在那边发问问题 然后我会透过 我的 YouTube影片 来回答你们那些问题 然后我又不想要像以往的 Q&A的形式 就是 坐在椅子上 然后一提一提这样回答 我想要把它融入在我的Vlog里面 可以给你们一边看Vlog 一边回答你们的问题 OK 我们现在要出门去购物买菜 为什么要买菜呢 是因为我要下厨 哈哈 OK 我们到了我们家这边的 商场 然后 我们自己带了这个手推车 这个手推车好用耶 因为现在去这种 购物买菜 他们都没有给纸带了 纸带都要用钱买 所以就自己带这个 现在用钱都买不到 因为现在讲求环保 所以带了这个推车 OK 我们现在到了 这个 购物 可是 这个购物它现在在装修着 所以它该有 差不多 80% 所以有80%的货 我们买不到 只能够买了这些 食材而已 所以有很多东西都买不到 因为这边其实有 很大过去的 可是海上已经在 封起来在装修着 所以 刚刚我要找 大葱都找不到 没有大葱 只有这个葱 还有 小葱 不适合 不适合我要煮的食材 OK 今天是 我们买完菜的 隔一天 然后呢 现在就来到了 晚上的时间 我正式要开始下煮啦 距离我上一次下煮咧 已经是今年的 二月份的事情 现在已经9月了 所以今天的晚餐 就是 简单的 想要吃一下白粥 因为 我们自己出来 外面住了那么久 然后 然后也很少在家 就是很久没有吃到 妈妈煮的白粥 配一些家常便菜 所以非常的想念 今天呢 我就要煮回我妈妈 平常在家 会煮的一些 配粥的小菜 就是大葱蛋啊 然后还有这个 榨菜 炒 肉碎 OK 开工 然后至于今天这部影片的重点 Q&A 等一下 我煮这个过程 或者是我煮好的过 煮好过后 我跟Cherry一起做下来再 回答你们的问题 就是 前前的回答机体 OK 先讲啊 Q&A没有太多的问题 我只是小小的选出机体而已 OK OK 现在 我就要开始 下厨啦 有点 有点沙耶 先下油 下蒜头 哇 喝了喝了喝了 OK啦 我先赚清楚先 不然等下食物烧焦掉 Hey Lady and gentlemen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因为身上的毛发太多 而感到困扰 反正 我是有的 OK 是这样的 我一直以来都看Cherry有在用这一款脱毛衣 就是 U-Lite 然后咧 我就在好奇心的趋势下 加上我的困扰之下呢 我就去 拿那个U-Lite 再来用了一段时间 所以今天咧 我就要来给你们推荐一下 U-Lite A3 脱毛衣 因为这一款 U-Lite 脱毛衣咧 Cherry 它已经用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了 然后我自己咧 也用了一段时间 个人觉得非常的不错 真心觉得不错 所以 就给你们推荐一下啦 就是这一款 叹叹 U-Lite A3 脱毛衣 打开里面 然后呢 就可以看到 这样子的一个盒子 这个盒子里面 就是装着 又来脱毛衣啦 打开里面 是这样的 这个东西厉害 它让你在家 坐着 躺着 趴着 都可以除毛 而且 是永久性脱毛 它采用蓝宝石 并点头 开机的时候会发出 沙沙的声音 因为它在进行散热 它有双重散热系统 能够迅速制冷 所以在使用的过程中 感觉是冰冰凉凉的 不会有明显的痛感 也不会伤害皮肤 而且全身都可以用 包括 它资料这里显示 利用IPL脉冲光囊 黑色毛囊在吸收之后 将光能转化为热能 使毛发越来越细 慢慢脱落 它不是立即掉毛的 是需要坚持使用 一定周期后见效的 通常使用三个星期 就能够见效 随着周期使用 毛发生长会变得缓慢 逐渐脱落 你们看它的打光处 这里是平面的设计 所以在使用的时候 不会不服帖 或者是不均匀 而造成斑土的现象 而且它的触光速度快 每0.7秒就闪一次 大概一分钟 就能够拖完一个手臂的毛 它操作简单 而且方便携带 才271g的重量 所以在使用的过程中 是不会感觉到手酸的 然后它有三种模式 第一种是轻柔模式 可以用来除类似手指 或者是唇毛 之类这种细毛的地方 第二种就是身体模式 就是手啊 脚啊 胸毛啊 或者是背后毛啊 之类身体上的部位啦 第三种就是强力模式啦 这个模式专门用来除 身上一些比较粗啊 比较硬的地方的毛发的 这一代新的A3 推出了新的自动触光功能 这个功能在上一代是没有的 它可以让我们更方便 更轻松的触毛 打开这个模式后 你只需要这样子紧贴你的肌肤 你不需要按这个button 然后你就这样子走 它就会自动触光啦 很方便上手哦 如果你实际上来都有去美容院 做除毛项目的话 那这台仪器就可以让你 节省很多钱 因为如果是去美容院做的话 每个身体部位都有不同的价钱 而且要做很多次 而且又浪费时间 你要去booking 然后你人要去到那边 要驾车去到那边 但是如果你有一台U-LINE 家用除毛衣的话 那么就可以帮你 节省很多时间和金钱啦 OK U-LINE 他们现在在Shopee上面也开通了 12期的分期免利息付款 每个月付大概113块左右 怎样算都比去外面的美容院来得更值得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想入手的话 可以点击下面链接 然后使用我的折扣码 还可以额外折扣40块马币哦 所以赶快去看看吧 OK 影片继续 OK 经过了大概半个小时 我已经煮好了啦 但是我煮的菜色不多啦 也就煮两样而已 所以就是很简单的菜色 这个就是榨菜炒肉碎 然后这个是大葱煎蛋 然后我会配一些这个叫什么 腐乳 然后现在叻就是等Cherry她忙好她的东西 然后就来一起吃 因为她在房间里面包着她的二手衣的包裹 OK 我去看看Cherry她在做什么 小姐 吃饭咯 不好意思啦各位 每次拍到给你们看我们家的时候 刚好就是我们家非常乱的时候 上一次也是这样 这一次也是这样 因为这一次Cherry在处理着她的一些 全部二手衣服全部搬到完出来 然后 又有很多这种订单啊 所以各位就 不要接一样 OK 我等了这个人等了半小时了 我的粥啊 都已经要变隔夜粥了 罗小姐 真好吃啊 我的老公厉害就 哇 那个粥很多 现在已经吃了一半了 可是那个配料 还是剩蛮多的 OK啊 还有很多粥 晚上可以吃 是哦 还有剩很多粥 晚上可以吃 OK 现在吃到中途叻 就来开始回答 我们的Q&A 这个还是我们的 其实是 我发在IG Story 然后 多数人 问我跟你的问题 先不讲Q&A先 我们 其实 跟 YouTube这边的观众们 就是提一提 其实我们在今年的 5月 5月尾的时候呢 现在我们两个人 就已经是去 领证了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是 合法夫妻 对 我们现在已经是 合法夫妻 然后IG Story 这边就有人 问我们 几时会办婚礼 嗯 几时会办婚礼 看你吗 都看我 有 是不是两个人的事 怎么是看我 OK 办婚礼这个东西 是这样的 我们两个人都有 打到一个公司 就讲说 我们觉得办婚礼很麻烦 是 我们觉得办婚礼很麻烦 然后 可是 身为一个女神 肯定也会 想要自己 一生人一次的东西 就是 也想要办一次的 所以 如果你们问到我们 这个问题的话 我算算 我放下一下 所以 你们问到我们 这个问题的话 现在我们不能够 很确定的 给一个 正确的答复 就讲说 我们 我们的计划 是打算在明年 办婚礼啦 可是明年 可能会有很多变数 可能就是 我们已经有孩子了 然后 可能也没有那个时间 去办婚礼 就算要办的话 也是要等到 孩子 比较长大一点 可能 至少一岁的时候 才能办 也可能是到我们老了之后 像那个真子弹 是没真子弹 是没真子弹 像他真子弹 他有办过了 只是之前他办 比较可能小型的 然后现在他办大型 就是补偿回 他们的这个 哦 这样子又OK哦 那是最近的了 所以就是 可能我们老了再办 也是可以 所以我们就是 给不到 给不到一个答案 就想要办的时候 就办不了了 对对对 然后第二个问题 也有人问到我们 打算什么时候生孩子 这个也是要看你的吗 这个 你可以讲嘛 我们的planning 我们都讨论过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 就是关于我们 就是接下来 我们的人生的规划 其实我们 都有 一早就已经规划好了 我们甚至还把它 写在iPad里面 所以 你就讲一下 我们什么时候 会生孩子 回答他们的这个问题 我 记得的是 就是 我们讲过 是要去年要的 去年 可是 计划赶不上变化 然后去年那个 其实也是很 就是 呆过呆过而已 但是真正规划的是 现在这个嘛 就是我们的规划 是明年会 有孩子嘛 对 就是 如果 不出意外的话 跟在计划上走的话 我们是打算 明年会有孩子 OK 然后 买房的东西 可能就是 两年后 就因为 就算买了房 装修也要时间 所以我们 讲到孩子 这个部分的话 就会是 多数 会是明年的事情 所以 你们就 等我们的好消息啦 一有 这个好消息过后 YouTube 一定烧不了影片的啦 讲是 计划好了 可是也是顺其自然 对 很多时候 计划 没有 加上你想要也不一定 对 所以 不要去强求 顺其自然 顺其自然 OK 我们 吃完我们的晚餐啦 然后 刚刚就 我已经去洗好完了 然后 这个小姐还在忙着 她在忙着处理 她的二手一的订单 现在我们继续我们的 Q&A环节 其实 问题不多啦 也剩下最后的一个 两三题这样啦 因为 其实大家 问的问题咧 我没有想到 竟然可以是 那么的一样 你们的问题 真的是 虽然很多 可是 大概总结下来 好像来来续续 都是 问这同一个问题 只是你们的问法不同 OK 接下来这个问题的 实度比较大 他们问我们 性生活频率 你觉得这个东西 可以回答的吗 可以回答的吗 你open for这个问题 可以回答吗 可以 呃 可以的 可以不要回答的也是 只是咯 他们 可以之后回答 什么意思咧 因为我觉得现在 跟你们聊这些话题 好像有一点太快咯 你意思是讲之后 我们可以做一个 专门的影片回答这个问题 没错啊 因为我们平常都没有 对外 就是 跟大家聊过这类 这类型的辣植 这些比较隐私的话题 对 我觉得关系到这种 太突然了咯 我觉得关于这种 特别 比较特别隐私的话题咯 我们之后 我们会回答大家 可是 我觉得不要在这部影片 之后我们 专门 像老高讲的 之后我们专门做一部影片 为大家讲一句 哈哈哈 然后 还有人问 我们 平常有没有一起冲凉 万老耶 这是什么问题啊 有吧 万老我们都已经 结婚了 是不是 还有什么东西没有做过 冲凉这种东西 很平常好不好 是啊 我觉得十对情侣 九对一定都会有吧 是咯 不可以吗 不要讲九对啦 应该有八对啦 八对啦 是啊 这是很正常吧 是不是 我们都已经要有孩子 然后可能两个都没一起冲过 哈哈哈 是不是 明白吗 OK啦 我手很酸各位 因为我肩 健身 做肩膀 然后我一只手 单手 拿着相机 真的非常酸 谢谢 谢谢